北大有个神奇的老人 他总是静静地坐在北大燕园南边的青石板上 等你走近 他便透过矮墙递给你一只盛开的花 很多学生都被吓跑了 但后来才知道 那竟是著名美学家教育家朱光浅 朱光浅是纪献林大学时期最喜爱的老师 更被朱子清誉为是希望散步者 但你知道吗 他本可以有更加富贵的前途 当年他手握香港大学本科英国硕士法国博士学位 但因为喜欢美学就放弃了世俗的光明坦途 他的导师曾极力反对劝解他 美学是一个泥潭 悬得很 然而他毅然决定迎难而上 并立下一条座右铭 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这篇文章就被收录在了这本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 如果此刻你正对生活感到迷茫 那么在这本平分9.0的人生之书中 或许能给你开出相应的精神药方 他是朱光浅先生在上个世纪初求学欧洲时 为国内青年答疑解惑的十二封信件 那即使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与回望 也包含着他对青年极大的包容 与热切的盼望 常常几句话就能够让人醍醐灌顶 比如我们该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先生开导说 学问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排第二 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 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机械 关于为什么要坚持读书 他给出的答案也很有意思 他说如果你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 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 那虽然这本书的书名叫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但我认为所有对生活还有困惑和迷茫的人 都值得读一读这本书 这十二个话题谈的都是我们现在依然关心的 读书交友励志等重要的人生课题 还特别收录了先生在其他著作中的八篇文章 偏偏都是值得一读再读的经典之作 其实生活与迷茫永远是并存的 不论多大年龄 只要你还处于困惑中 只要你还想提升自我 那么这本书一定值得读一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